新年期间,特别是华人社区中都要举行很多场大型的晚会演出来庆祝节日的到来 那么这些演出会不会涉及法律问题呢? 请看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律师的分析 首先就是美国如果他对外国的文艺团体 那么到美国来从事商业演出 那么从事商业演出其实这个定义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如果你没有卖票,但是你其实演员或者是团体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比如说获得了商业的利益 那么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被认定是商业的演出 所以确实海外的美国的领事有时候在掌控的时候 他们多少有一些个人的裁量权 原则上就是外国的演出团体到美国来演出 一般情况下,那么你都应该申请所谓演出签证 原则上美国的同样的演员工会 不希望外国的演员到美国来抢占他们的演出机会 尽管你的演出可能跟美国人完全不一样 但它法律确实因为美国的演出演员工会的势力非常强大 那么第二,如果你不是从海外来的演出团体 你是比如说美国本土的演出团体 那其实还也有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剧场,剧场很多都是工会的组织 那么剧场什么时候能为你服务 你有什么样的人能参与 很多的时候剧场不允许你派的人参与 那么同时休息时间等等 由于他们是工会成员,这方面非常严格 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些演出它潜在的可能牵涉到有可能出现人身伤害 例如像杂技了 例如像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武术等等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事 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准备 那么同时也有充分的保险 那么假设一旦发生意外 至少大家在经济的方面还有能够有所的补偿 那么同时很多办演出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团体 那么民间团体在办演出的时候 那么它的账目财务等等恐怕也要有一个非常明细的交代 原则上就是这个演出以后 那么它潜在的不论你是外国的团体 或者是在这里演出 它可能也有一些美国税务方面的问题 具体的当然还是要请有致于在这里做演出的这些朋友 那么要找这里的财务的专家 这个比如像会计师和律师 甚至是保险方面的专家去咨询 一旦发生问题 希望不发生 但如果发生问题 这样你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